你知道我的名字是Elena Denon,这是我在这个你称之为地球的星球上的这个临时人类化身中的真实合法名字。 我这一世真实、清晰和透明的生活故事在我的网站www.elenadenon.org-about上有详尽的描述。 但是,当然,自从我数百万年前第一次化身进入人类意识以来, Elena Denon并不是我在漫长的旅程中使用的第一个名字,关于地球的线性时间值。 在飞马座星系团的奥德兰NGC7331星系中,我的家庭恒星系统被命名为Altia。 我的旅程致力于研究整个宇宙的人类进化,拥抱和学习人类意识的所有情感。 我选择通过肉体化身一百万次来探索人类,在你们所说的过去和你们所说的未来。 我在地球的过去经历了很多事,今天带给你黑暗视力向你隐藏的知识,但我也来自未来。 在返回地球之前,我在三百年前化身到你的线性未来,在卯素星团的恒星系统Asher Error中。 这个决定让我加入了Envo计划。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自你的未来。 要知道,这个宇宙是宇宙泡泡的无限组合,每个泡泡都是不同的维度,有自己的物理规律和物质,意识的频率范围。 如果你想对大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想象一下生命之花,考虑到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几何图形,而是一个球形的,每个圆圈都是一个气泡,是一个宇宙,与相邻的宇宙重叠方面。 泡泡之间是虚空,九种超智意识存在于此。 将所有这些气泡粘合在一起的粘合计是一种名为爱的频率。 爱不仅仅是一个频率范围内的数字,它是神圣的几何学,它是意识,它是光,它已与时应相同的频率振动。 这就是为什么时应拥有一种对你隐藏了很长时间的力量。 这也是爱的力量。一切的中心是造物主源头。 它在最高意识本质上是它,在它的积极方面是双重的。 从一到二,源头分形进入它所有的创造,每一个意识都是按照它的形象制造的。 这就是为什么意识是双重的。 源头在它的整个创造过程中成长和进化,它创造的每个细胞都发挥着二元性。 这是宇宙的发电机。 进化的动力核心。 两个相反电荷的线圈构成了进化的动力。 这两个线圈是创造和毁灭。 这两个急性之间的紧张和斗争产生能量、进化。 逆境促使弱者找到力量并发展智慧。 有些人会被吸引去拥抱毁灭、消极和服务于自我的黑暗道路,而其他人则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去服务于创造、积极和同情的光明道路。 有时是部落、文明、世界、星系,有时黑暗的代理人通过世界和恒星系统传播感染、疾病和绝望,例如Nebu所做的。 不知道,他们也是造物主源头的分形,只是不知不觉地在更大的画面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随着根部的倒下,其他人将崛起。 宇宙就是这样运作的。 在地球上,最近发生了不平凡的事情。 地球人类从几十万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多亏了Natorl联盟,但首先是地球人,他们觉醒并以指数方式不断觉醒。 光波席卷了整个星球,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见证时刻,这在地球历史上尚数首次。 这是荣耀和胜利的时代,我们正一起朝着你们所谓的星际迷航未来前进。 时间表示稳定的,并将保持不变。 尽管如此,在范式的每一次转变中,就模式都在反击。 这是宇宙中的正常现象。 此刻地球上,暗黑斩首兽的人类特工正在仓皇逃窜,肆虐破坏,扮演着他们选择的角色。 他们是时候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要他们所向往的积极改变,并加速人类进入这个宏伟的星际迷航未来, 他们需要意识到,他们造成的破坏越多,对自己的伤害就越大,人道,延迟了积极的结果,而他们似乎只是没有看到。 他们蒙着眼睛奔跑,心中充满仇恨,将爱与光抛在身后。 他们所到之处,只会是痛苦和虚无。 寒冷的虚无之地,他们只是在与自己的恶魔战斗,他们会遇到他们。 我的道路是光,爱和创造。 我是创造者,治疗者,知识的守护者,希望的使者。 而且你知道,你越闪耀,就越会在你身后画出阴影。 影子的代理人现在就在我的背后,为我和任何与我有联系的人猎杀女巫, 以任何方式与我一起为人类的更大利益而工作。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攻击我的地球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和我所爱的人。 他们会尽其狡猾的力量来诋毁我和我刚才提到的所有人。 因为从身体上摆脱我会增强我的信息,并为我的工作增加更多可信度,所以他们负担不起。 所以相反,黑暗势力的代理人正把他们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诋毁我身上。 我的名字,我的工作,关于我的一切。 编造故事,在混合了最黑暗的创意元素的丑陋视频中让我的脸变形。 编造关于我的故事,等等,如果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哇,我一定是在目标上,你不觉得吗? 他们做的越多,他们就越公开确认黑暗势力害怕我。 我不害怕黑暗,因为在爱的地方没有恐惧。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有痛苦,疼痛。 他们的心不安宁,因为他们把精力集中在精心设计的场景上,以阻止人们听我说话。 而不是将他们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的个人之光上。 因为不是通过努力去玷污别人的光芒,他们就会更加闪耀。 相反,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会变得更加阴暗。 除了同情之外,我无法向他们表达任何其他东西,因为这就是我。 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看到世界的美丽和自己灵魂的本质。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真正的中世纪黑暗时代政治迫害。 因为我带来了关于地球隐藏历史的真相,它正在动摇他们机构的支柱,并拆除为控制人类社会而建立的整个信仰体系。 黑暗的代理人是狗,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派来的,而是为了我带来的这个真理而派来的。 是的,我是EA的朋友,古称Initi。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富有同情心的,睿智的,非常古老的存在,他回来帮助我们。 他带来了治愈黑暗势力对地球人类物种造成的基因退化的方法。 黑暗势力的代理人不想让人类知道这件事,他们正在不屑和凶猛地工作,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来说服你去恨和害怕EA。 我建议您阅读我的书《The Seeders》,我在其中解释了这一切。 他们用欺骗和操纵手段,一个接一个地派出他们的狗来集结军队来对付我。 我不会说出名字,因为这会使我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定完他们想让我陷入的游戏。 这些煤气灯实践有一个术语是Celioni。 在这一点上,你们都很清楚我在说谁。 反情报人员是经过编程的个人,大多数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中,因为最好的说谎者是相信自己的谎言并将捍卫谎言到最后一口气的骗子。 几十年来,由于窥净设备技术,黑暗的代理人知道人类的伟大觉醒将在2017至2022窗口发生,并且没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 它写在宇宙的命运中,地球一直意味着在这个银河系中作为灵性和智慧的一级来领导和教导,这终于发生了。 为了劫持Great Terran Awakening,黑暗势力的代理人创建了编造虚假叙事的程序和组织,将其引入主流觉醒运动,从内部操纵和瓦解它们。 它们对渗透者进行了编程,它们只有一项工作,制造分裂。 因为我们最大的力量在于团结,而它们试图阻止它。 我不敢说最后它们失败了,它们的努力只会白费。 没有什么,也没有人可以阻止已经开始的事情。 它们无法阻止未来。 星际国家的使者通过物理外世界接触或通过技术接收信息,并且每个组织只有一个,以保持信息不被破坏。 任何假装在银河世界联邦、星际联盟或EA网址中引导我自己的联系人的人都没有获得正确的信息来源,并且是出于混淆目的而被操纵的受害者。 来自其他地方的每个人都可以连接到它们自己的灵魂团体,并从它们的星际家族那里获得个人信息。 但是每个世界的每个组织只有一个官方使者。 在我与The Nine建立联系之前,2021年,一位非常迷人、活泼的年轻美国女孩找到了我。 她假装是小时候和我一样被GFW的同一个船员救出的。 我可以证实这个说法,但其中有一个技巧,一开始没人看出来。 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当时Four Home所在的我的团队,都无法意识到这个年轻人有一个MK Ultra程序旨在让我失望。 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星际政治博士。 2021年11月,多亏了仙女做人,这个程序被检测到。 这个年轻女孩立即切断了与GFW和所有人员的联系。 所有详细信息都可以在我网站上的2022年1月25日声明中找到。 保护真相,www.elanadenong.org-articles。 这个年轻人被激怒了,继续假装妄想。 她与我的朋友Vile Neck进行了交流。 后者由于她的过错被送到了一个遥远的星系。 从2021年11月到现在,她与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断绝了联系。 这个年轻的女孩在披露社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从内部破坏她,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误导性的受害者行为。 她一直持续到今天,只是用她的一成化的错觉来助长世界上的分裂和混乱。 不幸的是,特洛伊木马程序很难克服,因为它不需要任何植入物或内部设备,而是在很小的时候通过酷刑结构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程序直到时钟打开的那一秒才能被检测到。 这个年轻的女孩陷入了困境。 她与所谓的Vile Neck没有联系,也没有与GFW联系。 我希望她能找到一个治愈、和平和自尊的地方。 愿她找到自己通往光明的道路,勇敢地,诚实地把所有的幻想抛在脑后。 在我与这个人断绝联系后不久,我就成了远程观看的受害者。 我对这类入侵的强大防御让我确定这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人员试图找出我,接下来要写的内容。 这段经历的所有细节都在我的书播重者中,当时是2022年初,我已经开始写作了。 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我正在写一张关于我与酒的遭遇。 立即,这个年轻女孩开始了一场运动,以妖魔化我与这些人的联系。 任何试图捍卫我的作品的人都被同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攻击。 就在这个时候,硅谷的人找到了我,他们奉承我的自我说服我作为演讲者参加在圣河赛举行的会议。 很快就发现,恶魔般的世界经济论坛是这次骗局的组织者。 事实证明,这既是一个物理陷阱,也是一种胁迫。 迫使我签署一份关于我一生工作的保密协议,该协议不可撤销且永久有效。 我不得不寻求律师的帮助才能摆脱困境,当然,还有照顾我的GFW的一点帮助。 在我收到我的律师关于这个已解决问题的关闭电子邮件三天后,一个新的黑暗特工突然出现在现场,无处不在,并且在相当多的新微型YouTube频道上无处不在。 和少女一样,这人有着健美的身材,性感的肢体语言,还有引人入胜的催眠术。 她的使命,摧毁我。 她首先散布诽谤性谎言,说我被谋杀并被机器人取代。 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谈论机器人,这是一个只在《星球大战》电影中使用的术语。 中央情报局在他们的远程观察尝试中寻找的东西,随后找到了答案。 我公开披露我正在写我与NG的遭遇,它正在为人类带来治愈。 这是这个新特工的攻击开启全功率的时候。 它的使命是让全世界都不再信任NG。 它对我的抹黑非常严厉,每天一个诽谤和欺凌的视频,高高地提到我的名字,以至于变得非常可笑。 在我的律师处理了这个低能之后,它最终停止了。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网络欺凌。 关于男人联合起来欺负和虐待女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却什么都不做。 他们甚至鼓掌,因为他们被娱乐了。 多么可悲,知道人类的潜力。 我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只有爱、希望和力量。 在宇宙的更大画面中,这些黑暗代理人扮演的角色是帮助你发展你的洞察力、你的直觉和你的智慧。 他们在这里帮助您识别频率。 是爱,是恨。 不要看树,看看水果。 奥兰多的银河与灵性告密者联谊会尤达尼、亨德森、Danny Henderson以极大的灵感创立,将我们许多为光工作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团结。 我们是一千人。 在2022年10月那个令人难忘的周末,我们将某些东西转向了光明。 所有内心倾向于黑暗的存有都感受到了这种全部的力量,因为他们随后透露了他们的真实议程。 在这件事之后,许多我认为是我朋友的人似乎不是,但我没有回头。 我的脸总是朝光看。 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努力从内部分裂我们,单独私下联系我们,操纵我们亲近的人获取我们的电话号码或接受分裂的黑暗读词。 他们试图让我们互相攻击。 例如,我们所有人都被一个假装来自海军的黑暗势力特工联系,他试图拆散我们。 我们都没有上当,我们都拒绝接触,因为我们从他的比赛中看得很清楚。 我还可能会透露,我曾在家中遭受过两次直接能量武器袭击,并遭到了GFW人员的反击。 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经历。 这是这个星球最终解放的最后一战。 黑暗的代理人聚集了一支黑暗时代的女巫猎人大军,还有许多其他拥有公共媒体平台的人,对我发起了一场十字军东征。 他们中的一些人承担了一项任务,即识别我的家人,网络欺凌他们并通过威胁语音消息恐吓他们。 其他一些人重复使用我的YouTube视频的摘录,将我的声音放慢到恶魔般的音调,在我的头上涂上脚,在我的脸上涂上鲜血和爬行动物的鳞片。 一些塔罗占卜师,在没有任何科学协议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宣称是隐形人和周末远程观察者的通灵者,真正的科学远程观察使用盲目目标,跟踪我提供的每一条信息。 这已经走得很远了,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手中掌握着所有的材料和权力,可以在人的法律面前合法起诉这些网络欺凌行为。 但我们在这里,这不是我。我不是按照人的法则生活,而是按照宇宙的法则生活。 我从我的网站上删除了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因为我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侮辱性、欺凌性电子邮件。 我想知道这些人的生活是否有趣。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是探索自己的潜力,共同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就好了。 源头的所有创造物都有光的分形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去找到它。 但是,当然,作为黑暗之路的资产,他们将发挥自己的作用,直到他们对宇宙的使命完成。 对于我希望从一开始就成为同事的那个人,众所周知,他与蓝色外星挥发物的概念有关。 我会这样说,我真的很想成为你的朋友。 起初我希望我们能分享我们的信息,并与所有其他人一起为披露而努力。 但相反你对我发起了一场十字军东征。 我从来没有兴趣回应你的挑衅,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你,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沉默。 你个人的痛苦对这个社区造成了伤害。 当你残忍地被对着给予你全力支持的出色、知识渊博的星际政治学者时,你伤害了整个社区,但最终伤害的只是你自己。 这是Forehan Iridium告诉我的关于你的事,他说你一开始没有说谎。 你最初在太空计划中的经历是真实的,但当你的线人改变时,你有一个稍后开启的程序。 你的程序显然是关于终止太空计划见证披露。 我已经隐瞒了太久,不想卷入你制造的混乱之中。 除了你自己的真理,你一无所有,亲爱的源头海字。 我真诚地希望有一天你能在心中找到光之种子,让和平盛行。 我与太空计划证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说的是实话,我是来支持他们的。 我与托尼、罗德里格斯、让查尔斯、莫延、尼亚拉、特雷拉、伊斯利、利贝卡、罗斯、克里斯、奥康纳、兰迪、克莱默、大卫、罗梭以及许多我没有点名但尚未勇敢挺身而出的人站在一起。 我将继续支持公开太空计划,我不会停止,因为你无法阻止真相。 迟早,真相总会水落石出。 我和现役美国陆军人员JP站在一起,我亲眼见过他,我知道他是完全真诚的,说的是实话。 JP和我有几个确凿的经历,让我们大吃一惊。 在我上次去美国的时候遇到他时,JP给我看了他的美国陆军制服,他的美国陆军身份证和太空军身份证和制服。 他是真实的。 JP是实打实的,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家人,他必须保持匿名。 JP受地球联盟委托,只向Michael Sella博士提供信息,他本人将在未来的大披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与迈克尔、Sella博士站在一起,不仅因为我知道他在未来的突出重要性,而且因为我也见过他的身体,我知道他的心跳频率。 我还见到了他,角色美貌的妻子Angelica,我只能说,善良的人有天使的保护。 我站在一起,并支持亚历克斯·科利尔爵士,他是揭露真相的老手,也是为我们所有人挡下子弹的人。 亚历克斯教我如何承受打击并仍然站起来,向前看,永不半岛。 作为导师和朋友,我对他的尊重和爱超越了这个世界,和这些生命。 人们散布关于他的废话的唯一想法,激怒了我。 因为没有人比亚历克斯·科利尔更富有同情心,更乐于为人类服务。 他牺牲了一切。 一切? 对于你们男孩和女孩? 为了你,人类? 你看不到这个吗? 你认为他选择了欺凌、勒索、威胁、苦难和苦难吗? 他为你做的。 有一天,你会知道关于你自己的真相,你到底是谁。 所以任何对Alex Collier有意见的人,他们都会先来看我。 我与Danny Henderson小姐站在一起,她是我美丽而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她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儿童的福祉。 我知道她心跳的频率。 她是火,她是钻石,她是创世之光的强者。 是的,她有她的语言,她经常说F字,她有一把放屁枪,但这是她表达她的热情,她对真相和正义的愤怒的方式。 随她去吧,让她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请不要再用愚蠢的事情来评判别人,这样做只会让自己难堪。 宇宙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爱。 Danny Henderson对孩子们的爱是不可思议的。 与黑暗代理人的荒谬说法相反,Danny Henderson与撒旦叫毫无关系,当然我也没有。 Danny Henderson不是经纪人,也不是任何人的经纪人,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纪人。 如果有人对Danny Henderson有意见,他们会来找我。 我与Galactic Chicks和Discotina站在一起,没有他们,我会更加努力地寻找力量来面对这种逆境。 他们是爱的神圣女性军队,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伟大女性是一颗星和钻石,将她的多彩光芒照料在这个世界上,照亮通往和平与更高境界的道路。 我与埃亚王子站在一起,她以前被称为恩基,她的心跳散发着神圣之爱的神圣玫瑰的芬芳,对我来说,她是慈悲的化身。 我与银河世界联合会和地球联盟站在一起,我与他们积极合作并保护我,我的家人和所有与我密切合作的人。 我在来之前,就知道这会发生,黑暗的代理人会发起一场反对光明使者的十字军东征。 我为人类承担了这一重要使命,因为我是少数能够做到并取得成功的人之一。 我当然希望黑暗势力的资产能够发现他们心中的光之种子,但在更伟大的理解中,我很清楚这不是他们选择走的路。 他们选择了黑暗之种,他们将扮演他们的角色然后离开,要么在新的化身,地点和时间中继续为毁灭,分裂,痛苦服务,要么选择,换成创造,团结,爱的道路。 原理有两个方面,都为宇宙服务,明智而明智地选择,一种导致痛苦,一种导致自由,认识主角出现的频率。 他们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恨,不要只看树,总是看水果。